HELLO 大家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 有點問題 那我們重新講一次喔 最後是每個禮拜四的週五十二點 我們都會在我們的 伊士博 伊士博上面做 我們的直播 那大家都知道跑步機要開始了 我們現在開始要跑步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主題就是為了要的跑步 那今天我們要先跟大家講一個很棒的消息 今天要送的東西是 抽SIDUS的3ft鞋墊 好不好 市價1680真的很棒 有看到嗎 要打上頸致 然後跑步逛街SIDUS 我們之後會再抽出來 在下禮拜三之前 然後剛剛講到的跑步季 然後大家都知道上個禮拜 日月潭已經開始跑了 那我們有同事去跑步來的時候 艾艾教授他腳很痛 所以我們今天要了解一下為什麼你跑步的裝備 那麼好的狀況下 你還會腳痛呢 先邀請我們的品牌大使 SIDUS的Elly 哈囉 Elly你可不可以一句話 幫我們介紹 SIDUS是什麼樣的品牌 一句話不能兩句話 不行喔 對 一句話好 法國四十年逐步專家 SIDUS 你是做鞋子還是做襪子的 當然是鞋墊啊 鞋墊 對啊 你知道SIDUS這個品牌啊 它源自於就是法國 法國 對 最愛法國 然後它其實原本就是滑雪的鞋墊開始 那你知道雪靴非常非常的硬 對 所以它為了就是讓滑雪這個運動呢 是非常舒適的 所以它就去做客製化鞋墊是這樣子起來的 OK 好 那聽起來這樣子好像有一點可能可以解決我們這個困擾 那因為我今天要問的這個問題 其實因為我沒有真的去跑到半馬 所以我是來幫我同事找這個答案 我們真的就是想要知道說 像我們公司 大家的裝備都是很厲害的 好的鞋子 好的襪子 它到底怎麼了 你說好的鞋子 好的襪子 但是它還對 它是腳跟厚 對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圖 好的鞋子 好的襪子 但是呢 大家都忽略了第三點 大家有看到嗎 就是專業的鞋墊 好的鞋子 好的襪子 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鞋墊的部分 專業鞋墊是 鞋子裡面都有鞋墊嗎 鞋子裡面都有鞋墊的話 我就不用整個坐在這裡了 對 對 所以你看 我們這個CNAS的鞋墊 我們直接可以看到就是 欸 它的竹根緩震 在竹根的地方呢 有緩震的這個設計 這裡 對 凝膠的設計 然後竹根的地方呢 有做就是 比較支撐的部分 等一下 嘿 對 竹根 是 討厭 又不懂了 對 很討厭 竹根先幫我們講解一下 因為竹根比較難理解 竹根幫我們講解一下 那我們的小板板呢 竹根 這裡 好 竹根直接上圖 不然大家好像很難理解 對 竹根的地方就是我們腳啊 腳的下面啊 它其實不一定是 不是 不是所有人都是扁平的 它是有點弧度的 這個 這個弧形的地方 弧形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足弓 簡單來說 足弓的地方 那當 那你看這個圖喔 沉重前 我們的足弓就是 就是彎的 對 然後那沉重後呢 它就像 就是人體的避震器 它會把它拉長 對 所以就會 所以你這樣每一步走下去 就是這樣子 拉長 然後又縮起來 像 這樣 這樣子 前面的 跟著我做五十遍 好不好 五十遍看看 會不會累 會不會累 對 我現在已經 好像十下而已吧 我覺得這個有點不行 所以其實就是 形象 你剛剛腳跟痛 腳一起床 然後腳踩下去 不是我 我沒有 你的同事 對我同事 姓吳的同事 姓吳的同事 好 他開頭是K 對 他起床下我 下床就是 非常的刺痛 他就是 你的足弓一直不斷的 過度的拉扯 好 所以我們幫那個 大家 呃 現在複習一下 這個地方 你的腳啊 這邊空間的地方 他們就叫足弓 是嗎 是這樣對不對 然後所以你的鞋墊的作用是 嗯 要 把它 補起來 對 就是把你的足弓的地方呢 做一些支撐 對 對 這裡 嗯 所以當你在使用鞋墊之前呢 就是你的整個身體啊 就是你足底如果不穩定的話 就可能進而影響到你的膝關節 然後甚至是腰椎 再也是頸椎 整個身體呢 都會呈現一個不平衡的狀態 這種東西很常在那個 中醫廣告上 對 看到 因為 呃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的腳沒有支撐好 不穩定 對 你會影響到你的膝蓋啊 對 你的背啊 你的 你的頸椎啊 我覺得這 我可以理解這件事情 我終於可以理解一件事情了 這件事情 因為我之前那個脊椎有一點 脖子這邊有一點受傷 但是我 雖然脖子上 可是我一直是那個 肩膀痛 我一直以為我肩膀痛 後來發現不是 是因為那個 其他地方有影響 對 它就是有可能就是 源自於你足部的問題 哦 所以你跑完了 你可能膝蓋痛 背痛什麼的 對 沒錯 都是有可能是 比較有可能是因為足部 有可能是這個部分 好 所以 使用鞋墊之後 可以增加它的平衡 身體會的 穩定性會增加 增加平衡 對 好 那 嗯 這個平衡是 你說一般走路的時候 好啊 那我來考考你啦 考我 來考你 換我出問題 好 這個我們走路的時候啊 其實身體的沉重是 大約是體重的二分之一 一半 對一半 走路的時候 那你想想呢 在跑步的時候 大概是身體沉重 然後受你的體重大概多重了 幾倍的重量 你們回答 我不要回答 你回答 我回答 猜一下猜一下 有人 可以在底下留言 兩倍 兩倍已經一半嘛 剛剛說走路只有一半 對對對 然後跑步 我覺得兩倍 我本師留言說六倍嗎 六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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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六倍太多 都是幾倍 幾倍 好啦你告訴我啦 好啦我告訴你 好我 我很貼心的把它寫在這裡了 來 跑步的時候呢 足底承受四倍的體重 那我來幫你順順看 你跑步的時候到底承受多少重量 來 那我這麼驚訝 又要問我體重 體重多少 做到Speed的時候 就要問我三圍 其實他已經準備好了 老闆 現在可以問嗎 你力 你力力修之後 最難回答就是 身高體重還有三圍 不要這樣子 欸我很貼心欸 我想好了 有有有 我有準備 我35公斤 那個 大家就是 好 不要猜錯啊 就是35 好 所以現在是 100 如果是35公斤就是 就有140 對 就有140這麼多 所以你承受一定更重 這 不 好 不許亂講 然後 這個我覺得很很誇張欸 因為你 通常那個媽媽抱小孩抱在十幾公斤 你手要斷了 所以你就知道你的主體會承受多 莫重一樣的 重的 就是狀態 這樣子 喔 那這樣子很危險欸 你就知道 就是用鞋墊來支撐是多麼的重要 但是他講我們不要相信他 為什麼不要相信 1號帶產品來 我們可不可以做測試 直接實測是不是 實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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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怕你測 好 幾號 23半到24半 不是我的 現場 誰 24號腳 你 我們歡迎24號腳的同事 你 來 他要怎麼測 你告訴我們 好 好 來把鞋子脫掉 好 然後 其實這跟鞋的好壞沒關係 對不對 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反正你的足弓就會有一個洞 對 然後 再 你的是 放左腳 好 左腳 我們就直接就是 他原本有鞋墊嘛 我們就把它拿起來 原本的拿起來 拿不起來怎麼辦 拿不起來就直接直接放沒關係 然後你不能拿起來 廢話 廢話太多 好啦 塞進去很簡單 對 塞進去 那 可是 塞進去的時候有一點點突出是怎麼辦 有一點突出 我們可以修剪了 可以剪 好剪要剪 好先 先測試 那怎麼測 你告訴我 好好好 對 你不要弄它 因為這樣會錯弊 那先測 先測不穩的 不穩的話是 這一腳 右腳沒穿 這一腳沒穿 對 那你就對 左腳抬起來 不管是 他會晃啊 那你推它 你推它 我推它 我推它 你從那邊推 你不要推 從那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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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輕輕推 我真的蠻輕的啊 會抖 會抖是不是 好 換這一個 對對對 好 我還是要用你推 好啦 好啦 不是這樣推法 因為我們只是 就是要輕輕推 對 所以我現在用我的一揚子 推它 因為我有練過 然後要承受得住喔 好 對 哈哈哈 那應該是本人太多 再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是不是 大家很想要看你跌倒 確實啊 我覺得你要 比較穩 我覺得你要聽它的 各本人的說話 好啦你講 對對對 右腳的話膝蓋比較會容易晃 就是整個 就是你兩隻會的話 膝蓋比較容易晃 嗯 那左腳的話 就是它在足光那邊 有幫你撐住 所以 比較 比較穩 對 這概念 我講那個很詭異的是 嗯 是不是跟那個胸部有點像 胸部怎麼了 跟他的做好支撐 他不會亂晃啊 只說胸部 對 這跟內衣啦 內衣的概念 是不是有點像 OK 可是 可是這個 這個足弓的支撐 我覺得有些人 像我們家導致 你是不是有什麼 問出來 對 我是個扁平竹 對啊 該怎麼辦 好 扁平竹就 腳底座 要穿鞋墊嗎 當然要啊 你看 就是我們CS的鞋墊 就是 有 就是專門為扁平竹 然後 高足弓 就扁平竹就是底足弓啦 對然後 有專門為高足弓的人 還有中足弓的人 設計就是 不同款的鞋墊 都是專否就是 就是 不同的 足弓形狀的人 等一下 我們要讓他們看清楚一點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是扁平竹 你會像這樣 腳 腳就像這樣子 你凸起來的地方那一塊 它就會 它非常不明顯 幾乎是沒有 幾乎是平的 幾乎是平的 對幾乎整個足弓是平的狀態 OK 所以你的高足弓的時候 這一塊 它就非常非常的 足弓就非常非常的高 那它只剩下 肚子剩下前掌跟後腳跟 可以拓印 OK 然後 中足弓的話就是 借在這兩個 最常遇到的 最常遇到其實 亞洲人來說就是 中偏低啦 中 偏低 對 中足弓是比較多的 嗯 OK 那 這個 這是你的圖啊 我怎麼知道我是 我要怎麼知道 我要怎麼知道 對啊 我要在家裡怎麼量我的足弓 足弓那件事情怎麼量 直接來看這張圖 來 在家怎麼測足弓呢 就是 其實 這個圖呢 大家在網路上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這邊就很簡單的就是 大概講一下 其實你在家裡其實只要準備凡士林 對 那凡士林的話呢 你就是 直接塗抹在你的就是腳上 那 拿一張就是白紙 或是豹紙 然後直接兩腳就是平穩的 拓印在上面 這樣就可以了 好啦 小幫手等一下幫我們把這一張啊 放到網路上 讓大家可以 可以 比較方便可以看得到 那拓印出來的形狀呢 大家就可以對照這個 就會像這樣子 對 好 可是這樣也蠻奇怪的 它都已經是 嗯 扁平足了 它幹嘛還要支撐啊 對 重點就是 如果像我們常常講的就是 比如說 M型腿啊 O型腿啊 像S型腿 S型腿 對 就是比如說 就是像S型腿好了 舉例來說 他就是低足弓的這一個 扁平足的人 他長期的不太 不太就是 平穩的狀態之下 造成他S型腿的狀態 對 像高骨骨的話呢 他就走久了 他就可能就會變成O型腿 O型腿 所以不一定是那個媽媽的問題 對 自己走路有問題 還想怪別人 對 足弓的部分是 比較沒有那麼穩定的 OK 造成就是 相對的整個人的身體 就是會失衡 好 所以 這個足弓的問題 嗯 我現在可以了解 你剛剛是不是有說 要幫我們剪一下 噢你剛剛說尺寸的問題 對啊 你可以怎麼剪啊 其實很簡單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你線不要給大家看 因為大家根本看不到 只要我看到 好 你先告訴我 這裡啊 這裡有就是線 等一下 這裡很明顯 你們有看到嗎 齁 它有寫公分 就是一條線 一條線是0.5公分 三條線 對 那我就是 可以沿著這曲線剪 對 你就沿著曲線剪 來 好剪嗎 好剪啊 你看這個 大概 我不知道這剪刀多少錢 應該10塊錢就有了吧 它都是最常出現的剪刀 對 我本 很好剪欸 跟剪紙一樣 對啊 而且這剪刀有 有點爛 這樣 爛死了 大家這剪刀來的啦 人家這樣子 誰隨時都有 一把好的剪刀 欸 很好剪欸 就是它的尺寸 如果說有一點點的 譬如說戒在中間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可以修剪的 好 所以你放下去 如果有一點點的剝合 其實你可以剪 然後我只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那個 觸控的地方盡量是 要貼合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你只要修剪前緣的部分 超好剪 我跟你講 這等一下還要收 等一下 它以為會掃乾淨這樣 好 好 嗯 了解了 欸 可是啊 我本來又沒有在跑步 弄成這樣都沒有要跑步 你沒有跑步 弄完就不用買吧 你看起來就是逛街逛八小時的那一種啊 對 逛不出來的是不是 對 沒辦法出國一定要逛啊 要逛回本了 對啊你看 可是我每次真的好像是 好像下床啊 嗯 出國每次早上起床 然後我的腳看 超 都超痛的 沒辦法再逛下去 沒錯 因為你平常在走路的時候 其實就是你的足部也是承受身體 不要亂講 140公斤 還是跑步 沒有承受 跑步 走路的時候 只有承受十幾公斤 你的足弓還是不斷的在拉扯 在你走路的時候 所以當你要走 這麼長的距離的時候 其實這個足弓的支撐還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你沒有在預報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學到了一件事情 對 當你今天不管你的腳底是怎麼樣子 然後你的足弓呢 都會有高中低 都會有像這樣子的狀況 那像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你可以藉由我們的鞋墊 專業型的鞋墊去做支撐 因為這個鞋墊你看它的樣子 它跟你扮得不一樣 而且後面還有一塊這個是 對 這個是吸震緩震片 哦 緩震片 對 然後中間的支撐片的部分 就延伸到 就是足跟飛的部分 其實加強你足部的穩定 很棒很棒很棒 然後呢 你們剛剛都有學到了 要怎麼樣量你自己的足弓 因為這一次要抽的是 鞋墊 好不好 不是隨便送你一塊 你必須要會測你自己的足弓 對 你就可以獲得 而且我們的尺寸是可選的 對嘛 是可以選的 所以 在下個禮拜三之前 我們會抽出來 我們在下個禮拜三的時候 會抽出來一名 然後送你一款 1680的鞋墊 這個鞋墊的系列是 3 feet 3 feet 運動型鞋墊 OK 這是各種運動 就各種運動啊 走路都可以用 都適合 OK 那記得今天呢 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 Facebook要改版了 所以我們會邀請你們 要幫忙 很辛苦 要幫我們訂我們的Youtube 然後呢 我們會再抽出我們的鞋墊 那今天也一樣 要請你們幫我們留言跟分享 好 要社工外分享 不然那個小編看不到 抽獎抽中的可能就會 沒有達到標準喔 那我們來回顧一下 我們今天學到了什麼 我們今天學到的是 當你越來越跑越痛的時候 可以怎麼辦 第一個你的腳跟痛呢 一碰地就哭 好 這是要預防 對 獨底筋膜炎 這是預防勝於治療嘛 對 預防勝於治療 這件事很重要 阿你如果腳已經發生了 穿鞋墊沒有用喔 SIDAS沒有辦法救你喔 如果你真的很痛很痛 就去找復健師 對 那你如果是可以做預防的功用 好 預防跟延緩很痛 阿腳麻就沒有了 腳麻 腳麻要吃別的 要大家都知道 然後 你買了好鞋好花 就像我們公司的一樣 它就會有很好的裝備 可是如果你還是腳痛的時候 就是因為你的竹根 緩正的部分 他剛剛講的這一塊 緩正的部分 SIDAS可以輔助你 然後它也可以幫你把竹弓 這邊撐起來 對 做好你的支撐 不然你看這樣子拉扯拉扯拉扯 其實真的是還蠻累的 對 然後最後一個呢 怎麼撐 對 用SIDAS的鞋墊 預防勝於治療 沒錯 不要痛了才在花很多錢 對 痛了花更多錢 還有更多時間 沒錯 好了 今天有人有問題嗎 有粉絲問說鞋墊可以驚喜嗎 怎麼洗 鞋墊當然可以 鞋墊可以驚喜 鞋墊就是用中性的清潔劑 然後去刷洗它 然後平放鷹乾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是 不要用太強 其實現在蠻多都是 對對對 其實現在的很多洗潔劑都是 越來越厲害 然後 突然就中性的去清潔就OK了 好 還有問題嗎 沒有對不對 等一下 差點忘記今天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是跑步機對不對 下禮拜的預告 我要先告訴你 我們要邀請我們的美女律師 邱律師 他會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要去找他 然後呢 大家一定要記得看 因為下禮拜我們會抽 不要告訴你 當然是美女律師啦 大家來看美女好不好 好 那下禮拜見囉 中午12點 掰掰 拜拜 拜拜